我上星期還在想,這個水埔之魔女 又說是今年播放的? 差不多是時候要公開設定之類 都趕不及了,難道已經延期? 幸好,她已經公佈了 我想大家應該看了PV和設定 怎樣?牛圓血味? 原本我本來是準備另一條影片 大家都知道,這陣子又沒有東西可以開箱 無形又未砌到,濕度仍然很高 所以我還未可以噴上奧樽 我本來是準備一天拍 誰知公佈了這個,所以就省下 今天禮拜是水埔陪各位 這裡的資料顯示,水星魔女會在10月播放 下面的小字寫著,會有個Prologue給大家享受 夏天公開,你可以看到女生做主角 我最初想著,Bandai你這麼肯薄,很危險 我最初想著,是否這個Prologue是女主角 這個高達也是Prologue的高達呢? 正式時會轉換另一班人呢? 但似乎又不是,因為CEO說了 今次是以這個女性做主角的高達卡通 面向這個世界,讓大家感受一下全新的高達世代之類的東西 都是這些官康 真是祝你好運 現在Bandai這麼正確 但你看看,荷里活的電影公司 或者大公司製作的那些 所有正確的那些 都扑到直 你看看之前那些Ghostbuster 即不是After Life 是再之前那套 死都不能再死 然後那些Charles Angel 最新的那套 又是死都不能再死 那些Bad Girl 沒有人看 都告訴你市場是不行的 那這個女性做主角是否必死呢? 不一定的 看看你怎樣 看看你是不是硬來 好像現在那些 全部都要正確 硬來 大家有沒有看過Mis Marvel 那個電影公司 你硬來些人是不是不喜歡 例如以前 Alien Ribley 多有型 沒有問題 Tomb Raider 我不是說新的 是舊的 多有型 沒有問題 原早TV版的Charles Angel 大家有沒有看過 雜雜追 例如高達 也有很多很厲害的女生 例如波雷十幾世那些 我錄得很型 很正 你自然地勁就沒有問題 你不要硬來 看看她這套 會是怎樣玩 不一定是壞 但她好不好看呢 這就是要看看Bandai 肯不肯扔錢 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Bandai的角度 總之有到卡通 你那些人就買我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高達製作 特別是TV版 很入圈 對回同期的其他機械人動畫 飛高達那些 人家的水準是高很多 有很多製作出來的 畫面各樣都漂亮 打鬥都漂亮很多 高達那些是很刺 很悶 就要看看警戒戰機 如果這套高達 搞到警戒戰機的畫質 那就真是… 可能Bandai覺得我有卡通就買 但她不懂得反過來想 譬如你看看鬼滅之刃 麥朗本身的狼是好的 然後你UFO table肯扔錢 肯向你燒錢 那些人也有天分 也肯向你做漂亮 戰鬥做到好堅 當你做到好堅 那些人才會覺得 這套東西要看 然後你的商品就多人搶 鬼滅之刃最紅的時候 TV 你出卷廁紙 那些人都會搶 似乎Bandai就好像 不肯太過扔錢 去做好一套作品 我不知道這套會是怎樣 不過大家都不期望 會有很高的製作水準 這個女主角的造型 基本上都沒什麼 但她的眉就拿命了 她的眉是兩大點 我現在這樣看一幅圖 我看不到其他人設 我希望她不是去到 巴巴托斯那些人設 那些我真的不想看 這個你拉下去 你要看到她的PV 是非常多餘的 因為她是Block你的IP 這個YouTube 你看不到的 我會覺得 今時今日 你Block來做什麼 因為Block來真的多餘 因為你去到她的官方 Twitter 是看到的 那你Block來做什麼 你用來選 就是低低地 我現在想看 這個機器 我最初想著 因為現在Netflix 是有巴巴托斯的 我以為這套 水星之魔女 難道Netflix 會有 即是同期一起播 但看這裡的字 就不是了 它只是MBS和DBS 可以播 如果Netflix有的話 它應該會寫 可能是去播完之後才有 其實我也是覺得 日本人為什麼還在做這些 而且是Bandai 那麼反自 沒有意思 即是說 它不會放上YouTube給你看 它只是在日本電視上播 可能播了一段時間 它可能有機會才放上去 也不定 或者它覺得我要出Blu-ray 我要出DVD 我要賺錢 所以它不播 但其實是否很多餘 即是 要看的人 一定有方法看到 你沒有 你沒有得禁 好像這條YouTube PV 你Block來做什麼 別人要看的 一定可以看到 是吧 那你是不是很多餘 你現在這樣 即是叫人老 叫人上網看 如果你開一條 Official channel 你多威風 同期播 就像ultraman 如果這套東西不差的話 一條片放進去 一百幾十萬秒 你是不是很威風 而且你這樣正式途徑 容易去看很多 多數人會去看 是否多數人會去買這些東西 這些高大模型 買到全世界了 我們來看看 主人公機 厲害 GUNDAM ARIO 厲害 你看看 像什麼 有MORE 有MORE嗎 這裡 GODAD TV版卡通 自從Double Set開始 每一次公開設定稿 我都覺得 嘩 這是什麼 Double Set我不覺得漂亮 即使是今時今日 Double Set我都不覺得漂亮 即使是強如Kaitoki 我第一次見到VGODAD 我都不覺得它漂亮 它有特色但它不漂亮 可能是因為TV動畫的稿 是不可以做到太複雜的 當年因為沒有電腦 後來的Shining Gundam 那隻是 嘩 巴巴托斯其實都不漂亮 你看看 對上最初公開的 最初最初的動畫設定稿 和你拍在MG上 已經差很遠 那這東西呢 我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你想怎樣的 像什麼 你看 三筆像都不知什麼 究竟是誰設計的呢 難說 我試過去找 我試過去找製作人員名單 但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只能夠靠估計 那你說是不是海老村 Kai Torky一定不是 Kai Torky哪有這麼流 大學員一定不會 要不就是海老村 要不就是巴巴托斯的設計者 巴巴托斯的設計者 巴巴托斯的設計者 好像叫做什麼 什麼直港 還是什麼鬼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海老村不是什麼好東西 那些東西很普通 我都是水準偏下的那些 直港的那些就有特色 但也不是什麼好看的 如果你看回最初的TV設定稿 那這隻呢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做的 理論上應該不是海老村 因為雙倍都不是好 如果這隻是海老村的話 就是他那些水準 是再大跌 幾倍 才做那隻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我傾向 他應該是設計巴巴托斯 那些人 不知道什麼鬼 直港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的腳板 這個腳板 根本就是巴巴托斯的腳板 雖然他的大腿 有些海老村的感覺 他的大腿 之前雖然有什麼 什麼GNX GX0 我忘記哪一隻 大家知道哪一隻 大腿有點相似 但因為他這些東西 比海老村更差很多 我不傾向不應該是海老村 有機會是那個什麼鬼 直港都未定 其實你想怎樣 其實很堆砌 我不知道他在表達什麼 例如你看他的頭 我的頭基本上是雙O 對眼睛就像嗎 像傅野那一套 什麼G 我連看也沒有看過 他有點像那些 我身體 我覺得有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有些宇宙騎士感覺 又有些 Full Metal Panic感覺 大腿有些 海老村GX感覺 腳板有巴巴托斯感覺 這槍也是很 很玩具 整個盾是堆砌的 沒有主題 我不知道你想表達什麼 這樣說 好像很炒獎 下面這隻叫什麼 我連讀也不會讀 又是堆砌 這隻也是Gundam 這隻不是吧 這是什麼字 我不會讀 什麼叫厲害的機械設計 什麼叫差的機械設計 Kai Toki的那些不是厲害 它所有線條都很利落 它有一個主題 你是知道它 你可能是很抽象 你知道它說什麼 實際上你言語表達表達不到 但它是很統一的 連貫的 有主題 你看一次 你就記得 舉個例子 我覺得最好的例子 就是 UNICORN和 新浪洲 這是無敵的例子 譬如UNICORN 未變身之前就是UNICORN 你看真一隻UNICORN 其實它根本就是一隻RX-78 只不過是 它把線條割過 它其實都是RX-78 變身就變成Destroy模式 為何我會說這個厲害 UNICORN和新浪洲都是 你看一眼 你就會記得 你不記得名字 你也記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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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Takini-Q的東西是很厲害的 薩蒂娜那些 你一看你就會記得 譬如MESSA MESSA也是很型的 你一看你就會記得 它的東西是不對齊 它完全是表達到它想表達的東西 新安州和UNICORN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什麼 UNICORN基本上是全直線 新安州就是全曲線 你看UNICORN除了頭 有些位置一定要有曲線 因為是高達頭 你不可以弄成Minecraft 或者小腿有少許曲線 因為RX-78 其他東西全部都是直線 新安州 除了一些花紋 例如胸口 有些花紋 它有少許直線之外 其他東西全部都是曲線 一條可以玩直線 玩曲線做兩隻東西 可以做到這麼帥 這麼漂亮 而且你不覺得對齊 你看一眼你就會記得 這些就是神一般的男人 這些就是神的機械設定 這隻是對齊齊 你說它像什麼 你說它是H由得 你說它是HG 用舊帽子改色 或者兩個舊帽子混合 對齊 或者舊帽子加四個新帽子 又一隻Gundam Breaker 完全像那些東西 這隻東西 我看不到它的主題是什麼 我又看不到它想表達什麼 你說線條它沒有 其實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在其他機械設定 飛高達的那些 你都會見過 其實你想怎樣 你看這隻東西多噁心 Aerios 這是什麼來的 下面這隻好少少 最低這隻反而順眼了一點 可能它的線條沒有那麼複雜 Aerios切割得太多 以及沒有意思的切割 都不知道要看多少年 以及Bandai要改多少 才能改到我們會順眼 其實剛才我剛才說的 這條腰子 我突然想起第一印象 我想起一套動畫 但剛才我剛才說不出來 我特意去找回 讓我找到 加沙拉吉 厄沙羅鬼 我覺得這條腰子 即是上身這個位置 去到這條腰子 很有感覺 我不是說抄它 我是有感覺 大家不知道有看過這條腰子 它有動畫 有卡通 我覺得這條腰子 我挺喜歡看的 而且這個人設也挺美 有興趣 如果找到的話 可以找來看看 為何要出卡通 因為要出模型 我們來看看模型 博鞋片 嘩,厲害 多厲害 Gunplava H 天線鋼彈 或者可以叫做M到高達 因為它是Witch of Mercury 看這隻天線鋼彈 嘩,厲害 真是救命 這些線 你看盾的線 好像還可以滲一下 但新的線 應該沒有了 你如果真的砌 你只能夠刻出來 這個大腰子的線 有沒有可以滲 我都表示懷疑 以HG來說 都可以了 我覺得 你睜一睜一睜 以為它是 Double O的Gundam Breaker版 但其實不是 它是天線高達 下面還有兩隻 我不會讀的 一隻是高達 一隻不是高達 另外這隻高達 有點像那些高達量產機 頭 我先當它是壞人 背著蝦佬 好像應該是背著兩個蝦佬 它是有些GN 什麼G 感覺 雙腳又是個爪 發賣還未定 價格就是一千多日圓 HG 其實都挺貼到設定稿 設定稿看得不清楚 HG看得很清楚 你會看到 上半身因為看慣了高達 左右排氣口是黃色 它現在沒有了 感覺是差一點 還有你看看 老鼠仔這個位 嘩 怎樣啊 這是什麼來的 前面手跟關節 有一條喉 很噁心 這隻大腿 上下這樣兩折 其實中間這個位 會多一個關節可以動的 HG應該不會 之後那些應該就會 後面有個洞 這是給你捉個Stand 還是給你捉背包 我覺得它一定有背包 又整個飛機一樣 又多一個款 後面盤骨這個洞 應該是給你捉個Stand HG都OK 但老鼠仔這位想怎樣 好噁心 這個盾也是不行的 好像不知是哪隻戰爛 又抄了出來 這個盾 好像有… 是不是也有一點點Xia 感覺呢 膊頭也是… 我不知道你想怎樣 你幹什麼呢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讀得一點 不要騙我 這個就是這個POSTAR的 姿勢 腿都弄得这么厉害 你说脚板不是巴巴托斯 根本就是巴巴托斯,完全一模一样 难道就是那个人? 难道真的是那个人? 看不惯就肯定了 看得惯才不正常 这次玩了这个,页头的透明件 胸口透明件,里面有些像花纹 我想应该是贴纸的,如果是HG 大腿也是,这个感觉很好 大腿小腿都有这种感觉,做了那些纹 很有X牙的感觉 页头的玻璃,不会是驾驶舱 今时今日还坐在头上跟人打吗? 不是啊 有贴纸,白头红色的贴纸 HG来说也OK的 后面有个小背包,一定可以背大型的东西 看着吧,长距离炮 一定有的 这只似乎好一点 我先称它为量产型 一个头尺 有透明件 今次玩透明件 身、胸、脚等 这架坏人机 紫色哈佬 你看,两个哈佬 这只看上去最顺眼 最顺眼 以HG来说的造型 我都觉得 都可以 看看它的官方推特 这里已经有PV可以看了 那我当然不看了,想死吗? 你看看,很厉害 厉害吗? RobotWin会出 Anime 这个是什么系列 RobotWinAnime 会出 还要出超合金 不过不是超合金 是超合金 但也有那来的信心 那么厉害? 出了Mectal Build 笨 我觉得 有没有机会出MG呢? MG是一定会出的 但在看巴巴托斯 巴巴托斯 要等一套 播放完五年 才出一首MG 你来享受一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的,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些东西不要买 很不受欢迎 所以就要等五年 这次这一款 天线高达 会不会又是要等一套 播放完才到五年呢? 各位 各位觉得如何呢? 其实以Bandai开舞 好像不用钱似的 他要出一只MG 有多难 你出得超合金 我觉得可能 你公布完一只HG 一套就开始播了 播得可能 几个月之后 可能有机会做一只MG 除非那些东西不要买 那就另计 不过呢 如果真的出MG 那可以放心 他怎样改呢 都改到型了 才会出的 我想就不会参加太多 等几年呢 才会等到MG 我呢 只是希望 他的故事 正正常常 大概你好像DoubleO 我都OK 你就不要愣是搞到 好像很深 我看不明白那些无谓的东西 就不要搞了 那作画呢 我希望你都 如果你肯扔回少少少钱 画好少少 那我都OK 其实呢 人物呢 你可以继续找人手画 那高达战斗的部分 其实呢 这些电脑很便宜 这些 你高达战斗的部分 找电脑画好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都 我都应该 我都应该 OK的 希望 希望是 10月就可以看了 暑假看看 他的前转 究竟是什么 最后呢 大家记得帮忙 看多些广告 好 那我们今次 来到这里